诈骗集团虽然手法多 但是我们在台湾现在很多人 新闻也看多了 一接到诈骗集团电话 马上哐一声挂掉都晓得了 但是大陆人是不是比较好骗呢 警方破获了专门以电话假冒公安 来欺骗大陆人的这个诈骗集团 成居两个月 但是生意因为不好 所以这个主嫌竟然每天开工前 就带着所有的人跑到附近的土地公庙 去拜拜求好运 生意好转 但是毕竟是做坏事 有白不保比 业绩不但没变好 反而全部进了警察局了 土地公庙前聚集了一群青少年 有男有女 不知道人还以为是一般来拜拜的民众 根本没有察觉有任何异状 原来他们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因为刚成军两个月业绩不好 主嫌竟然突发奇想 在每天开工前有主嫌领军 带领着11名成员到附近的土地公庙 拜拜祈求生意兴隆 歹徒他们为了让他们的业绩能够更顺遂 甚至他们还到这个 由他们的首领带队到土地公庙 去进行烧香祭拜 结果事后也是证明 他们一样 神明并没有保佑他们 他们还是落亡 警方接获线报跟肩埋伏 发现他们成员大都是七年级身 其中还有两名未成年少女 租用大楼的公寓当成诈骗据点 一电话假冒公安 专门对大陆地区的民众下手 诈骗金额高达上千万元 里面有提到同志你要知道洗钱案在我们祖国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 他们就会害怕 然后他们就会说你的这个资料已经外泄了 所以就叫他把他们名下的提款卡金融卡 全部拿去这个ATM去做一些设定 桌上摆满了嫌犯用来诈骗的工具 其中还发现祖贤特地印制了一本交战手册 里头详细记载教导被害人如何操作机器汇款 没有想到因为诈骗业绩不佳 祖贤竟然想出到庙中求神拜佛 希望能冲高业绩 没有想到土地公最后还是不保佑做坏事的人 中天新闻黄梦正叶教文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